甲语 甄言 作者 杭泰 播讲 夏秋年 收藏家 董小冬在英国留学 业余时间最喜欢逛露天市场或是旧货商店 这些地方常常会发现一些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而摆摊的人或是旧货商却不太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 当然 你自己得懂行才能发现真品 看过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名著《邦斯舅舅》的人就知道 靠逛这些旧货古董市场有时还真能发财呢 董小冬之所以养成逛市场的习惯 是因为他的房东就是一个买卖古董的商人理查德 他原先给英国最大的古董拍卖行索斯比 也就是苏富比工作 现在退休了 他对古董特别感兴趣 尤其对中国的古董感兴趣 可惜他没去过中国 要去中国看看是他的心愿 现在退休了就有时间了 况且董小冬又是从中国来的 正好当他的向导 但是董小冬几年来一直没有回国的愿望 不过现在他变了 有时竟然也提起要回国 他回去是想见见他过去的一位老同学 他这位同学现在已经下海 开了个小古董店 这真可以说是巧极了 董小冬现在逛市场变成是有目的的 想替他朋友找点便宜货 可是他这位朋友说 开古董店也是暂时的 最终他还是想出国 到外头来见见市面 伦敦有许多旧货古董市场 最有意思的是每星期六才开市的波特贝罗市场 还有星期五早上开市的萨瑟克市场 那儿有人有时会发现好东西 不过大部分都是破烂 董小冬就在这两个市场上买到两块厌台 这两块厌台可能是那些到中国去传教的人带回来的 理查德一看就说是晚清的厌台 并不大值钱 董小冬只花了十英镑 五镑一块 并不吃亏 他打电话告诉他在中国的那个老同学 那同学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主意 董小冬挂上电话对理查德说 咱们一起去中国一趟 怎么样 我多年没回去 有点思乡了 理查德当然高兴 一口答应 而且立刻就去订飞机票 回国后第二天 董小冬就去拜访他原单位的领导孟德民 孟德民虽然现在已经离休 不过他的影响仍然很大 因为他认识的人多 关系多 有人说他能通天 意思是他和中央的重要人物都有些来往 董小冬带着他那两块厌台去送给他过去的上级 以表敬意 孟德民见到董小冬很高兴 觉得老下级还真有心眼 想着上级 跟党的感情还不减当年 很不容易 另一方面 孟德民本人就是一个收藏家 收藏各种厌台 他这个嗜好是有来历的 文革之后 孟德民常对家人说 要没这厌台 我没准还活不到今天呢 文革期间 他受到中央一位高级官员的暗中保护 没有挨红卫兵的痘 文革后 他转得很快 虽然说那位中央高官同当今的首长不是一派 不过幸运的是 那位高官已经去世 所以对他影响不大 那位高官是个收藏厌台的收藏家 孟德民到处替他搜寻各种珍贵的厌台 胡卫兵抄家把一些老家庭的好东西都抢出来了 里面就有好多厌台 孟德民都想办法弄来 送到那位高官手中 当地博物馆中的厌台 孟德民也都拿来当作礼物送上去 这些行动从道德观或从党公开宣称的标准来说 似乎是偏离了一点 但从孟德民的个人经历来说 却是极为成功 效果极佳的举动 当然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文革像一场噩梦应该全部忘干净 然而 孟德民却从此染上了收藏的习惯 他不但收厌台 碰上有机会他也出卖 赚过几笔大钱 最大的一笔是几个日本学者看中了他的一块宋朝的厌台 肯出极高的价钱收买 孟德民心想 这些小日本过去七五中国人 现在敲他们一笔有什么不可以 孟德民卖厌台给日本人 买厌台等等 都是通过一个过去他的下集 现在下海去做古董生意的人 这个人名叫汤永达 他常到孟德民家串门 谈生意经 孟德民认识的人多 消息零 所以汤永达常来打听消息 这对一个生意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一天 汤永达又来闲聊天了 一进门 他就看见桌上摆着那两块董小冬送来的厌台 立刻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似乎是爱不释手的样子 他想开口问孟德民 又迟疑不决 孟德民看出他的心思 就问他 这两块厌台有什么特别 你这么左看右看的 汤永达说 这两块厌台是好东西 有古董价值 你 你卖不卖 孟德民心一动说 那要看能卖多少钱了 他心想 要能卖的上千块我就脱手 汤永达手里拿着一块厌台 想了想说 我愿意出两千人民币一块 一共四千 孟德民想不到这两块样子很普通的厌台能值这么多钱 所以听了一愣 汤永达见他不说话 以为是嫌少 于是说 我愿意再加一千 一共五千 行不行 孟德民同意了 汤永达就说 我这会儿身边没带这么多钱 我现在立刻去取钱 过一个小时就回来 行不行 孟德民笑了 他说 当然行了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嘛 你急什么 这两块厌台又没长腿 跑不了 这么说定了 汤永达站起来就走 孟德民一面喝茶一面想 董小冬还真会买 这瞎猫碰死耗子 倒碰上了 正在这么想 忽然又有人叫门 孟德民太太去开门 只见是个洋人 觉得有点奇怪 这洋人解释说 他是董小冬介绍来的 是英国索斯比古董拍卖行的雇员 董小冬告诉他 孟德民先生是知名的古宴收藏家 所以特来登门拜访 想看看孟先生的珍藏 孟德民在屋里听见这些话 赶紧叫他太太请客人进来 他一面心里在想 跟这人认识很有用处 将来有机会可以合作做点生意 我手里的一些艳态也可以找到买主了 况且从国家角度来讲也很有意义 等于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嘛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董小冬这小子还有点头脑 孟德民的艳态都是按照年代归类的 明朝的归明朝的 清朝的归清朝的 他站起来请客人到他的书房去 因为他收集的艳态都摆在书房里 可是这位客人刚一进屋 就看见桌上摆的这两块艳态 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走过去左看右看 然后问孟德民 我能不能拿起来看看 孟德民说 当然可以 很有意思 因为这两块艳态是我原先的一位同事 从英国买来送给我的 这位洋人一听似乎很惊讶 真的吗 那证明我的估计可能很准确 我原先认为这是元朝的艳态 而且是专门做给马可波罗 叫他带回欧洲的 如果真是在英国买到的 那说明我的估计可能是对的 如果真是元朝的古艳 那可是无价之宝了 我们公司一定愿意出高价购买 孟德民一听 好奇心立刻起来了 他问这位洋人 那么你们究竟能出到多高的价钱呢 这位洋人想了想说 至少可以出到一万英镑一块 孟德民听了愣住了 好久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个时候 汤永达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一进门就说 老孟 我钱取来了 都在这儿 您点点 说着就把两块艳态拿在手里了 这时孟德民赶紧就说 你先别拿 我我不想卖了 汤永达一听就急了 说您说过的话怎么不算数呢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嘛 说到这儿他才看见那洋人 这才恍然大悟说 一定是他出的钱多 是不是 您这就不对了 您早就卖给我了 我当初有限钱早就把东西拿走了 你这一件东西不能卖两回吧 这点生意上的规矩 咱们怎么着也得遵守吧 孟德民本来是想豁出去 翻脸不认账 可是当着洋人有点不好意思 况且这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和洋人今后还得打交道 给人第一个印象不好是不行的 孟德民立刻就摆出一脸的 公道正派的样子说 好 我说话算数 卖给你 可是咱们多年的老同事 我要问你买回来 你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你五千买去 我再加你三千 向你买回来总行了吧 你一下子就白拿三千块 还不满足吗 说着脸色就沉下来了 汤永达看这情形 不答应恐怕不好 于是就勉强把五千块钱 又放回口袋里去 孟德民立刻叫老婆进去 拿三千人民币给了汤永达 汤永达拿了钱 二话不说 就灰溜溜的走了 这里孟德民和洋人讲好 以两万英镑把两块燕台出售了 那洋人说 他得向伦敦总部请示后才能取钱 来回来去手续繁多 得一个星期 孟德民满口答应 绝无问题 可是过了一个星期 并不见那洋人来 他打电话给董小冬 他却已经回英国去了 再一打听汤永达 他那古董店也关张了 据说也出国去了 在伦敦 董小冬和汤永达合租了一套房间 房东就是理查德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晚饭 一面说笑话 董小冬说 孟德民那家伙真小气 才拿出三千块人民币 刚刚够我的飞机票钱 汤永达说 你别太贪心了 除了那十磅钱 你白拿两千多人民币 已经很不错了 以后这种机会 恐怕不会再有了 全文完